好那么同时呢在花莲县南区的富里乡民代表会 也召开了第21届的定期大会 而首先登场的是乡长陈荣聪的施政报告 花莲县富里乡民代表会从11月3号开始召开第21届的定期大会 而首先登场的是乡长陈荣聪的施政报告 陈荣聪除了向代表们愿意共同为富里乡发展努力不懈之外 更是针对公所即将与企业、酒和局、园民会等机关合作 希望以秀布兰西的源头做一个大型的音乐会 透过音乐会来认识富里乡的山和部落的地方故事 希望用我们这个河川的秀布兰西的源头来做一个音乐会也好 演唱业也好 就是利用我们河川以这个山还有水还有原住民的结合 然后用一个沿上的来沿路出来 我们富里是在好山好水 是在修布兰西的源头上面做这样一个宣传 代表会主席表示 将会在会议期间逐一检视这半年来的乡镇执行情形 以及听取未来工作重点 也希望乡公所团队能够在定期大会期间 将所有代表们提出的疑虑及建议一一答复 陈荣聪说 只要是市政疏漏让民众不满意的行政作为 他都愿意承担与改变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跟服务相名的初衷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